今天在錄音室裡跟大家來試一個Samsung 可能大家平常比較沒有去發現的 就是一個叫做Auto Framing的東西 它就是你在你的自拍那裡 它會有一個框框 然後中間有一點 然後一個點下去 然後呢 它有什麼好處 它會有一個狀態 就是它會跟著你 然後它的鏡頭會跟著你跑 那我們今天在錄音室裡來實測 我覺得用自拍 我現在用自拍鏡頭 我覺得它自拍鏡頭的Auto Framing蠻好 就是它的皮膚顏色的Tone調不錯 這樣子 然後 因為它是自拍 我可以在比較大的螢幕 看到自己在幹嘛 這樣子 那在這個錄音室的場景 來試試看 我今天過來這邊用空台 然後錄音錄音 來裝忙裝忙 這個十幾支麥克風 好好聽 好好聽 這樣子 OK 好 然後 我再過來 用一下我的麥克風前級 在這裡調東西 來 調EQ Compressor 然後用我的Patch Bay 好 然後過來 跟大家講講話 這就是 Samsung的Auto Framing 如果你沒有使用過的話 其實蠻好玩的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囉 好的 那剛剛那個是自拍鏡頭的Auto Framing 自拍的那顆鏡頭 在比較暗的地方 它的表現其實不會有主鏡頭那麼好 所以試完了自拍鏡頭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主鏡頭 主鏡頭 就是我比較看不到自己 沒有就是這麼大螢幕看到自己在幹嘛 但是呢 照來說它的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好 那我們過來這裡 來用我們空台 用用用 來錄音錄音 好多麥克風 好好聽 好 然後我現在過來 來玩一下 麥克風前級 用一下 前級 EQ 壓縮器 Patch Bay 然後 在這裡跟大家 來講講話 哇 講話要近一點 在這個鏡頭上面 好 那這就是這個主鏡頭的這個Auto Framing